警官7肉身站车位 民众PO网反挨告 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下 路旁一辆轿车正要离去 驾驶将车停在一旁等候 突然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前方 一名女子从前乘客坐下车 接着往车位走来 待轿车离去后 女子不断往前以肉身挡车 并回头向驾驶示意一下 前方的白色轿车便倒车停进了停车阁 这段影片上周三被民众PO上YouTube 一周来吸引近十万人次点阅 有网友大骂不要脸到极点 太扯了吧 没想到画面中的女子 上周六到高雄凤山分局报案 对PO网者提告防害名誉 并要求撤下影片 原来这名女子 丈夫是新竹陷警局主动分局 二重派出所所长刘展昌 夫妻俩当天到高雄岗山逛夜市吃宵夜 妻子表示 当时并不知道有人要停车 愿向车组道歉却遭删文 而因为网友五回谩骂 只好透过法律动作 停止不理性的言论 该名派出所长也表示 若对方有表示要停车 绝不会跟对方抢车位 结果对方把行车记录器画面PO上网 这事不实指扣 高雄市交通大队 执法组长郭百成指出 行人强占停车隔位 可处300元罚款 律师叶明静表示 PO网者没有公然侮辱行为 也无匪方事实 告防害名誉因无法成立 动新闻综合报道